近日,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放弃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将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 伊朗德黑兰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分析师迪亚科侯赛尼作为鲁哈尼的高级顾问,则表示,一旦爆发战争,阿联酋将会从地图上消失。 侯赛尼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么最大的受害者将是阿联酋和巴林,他们将是最大的输家。 阿联酋和堡垒将会在这样一场大战当中,失去一切,或者至少也会失去他们的主要资产。 伊朗距离阿联酋只是相隔着一个只有几十公里的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FAJR五行333毫米远程火箭炮部队,将可以从海峡一侧发动一场摧毁性炮击。 该炮所配备的主要是6.5米长,全重915公斤的无制导弹药。 除了有高爆型号外,还有燃烧和发烟等其他型号。 虽然这种射程75公里的火箭炮,误差达到了4%,也就是3公里,但是远程火箭炮集群轰炸迪拜这样的城市,还是拥有足够威力的。 伊朗的黎明5火箭发射车上装有一个很显眼的抛物面天线,可能是无线电指令指导系统。 其火箭弹的指导方式是与此前伊朗防治过的M7DD导弹类似的简易无线电指令指导。 而且新型的FAJR-5C远程火箭炮弹药分为简易惯性制导版本和惯性加格洛纳斯卫星附和制导版本。 可以在130公里射程,打出50米的高精度。 这种火箭炮具备接收指控系统目标信息和在其指挥下协同射击的能力。 黎明5型火箭炮也是一种让以色列头疼的武器。 这种火箭炮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时期,真阻挡游击队用来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并且参与了叙利亚内战。 在2018年3月,伊朗在叙利亚发射黎明5型远程火箭炮轰击以色列。 当时又20发重型火箭弹打击了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就是铁穹系统也无法完全拦截。 乙军还是发挥了空军反应速度快的优势,第一时间打击了伊朗火箭炮阵地。 财业制住伊朗的火箭炮覆盖轰击。 但是,在阿联酋驻炸有美军一个F-22中队,至少二个F-35中队等50多架隐身战机,还有B-52轰炸机。 一旦,伊朗排列出远程火箭炮阵列。 那么挂满联合攻击弹药的B-52战略轰炸机将形成巨大威胁。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